川普批科恩透露对话真悲哀 美国总统川普的前私人律师科恩 曾安排付这口费给宣称与川普有染的AV女优 Stormy Daniel 如今被查出她还录下川普对话 内容包括川普与她商讨如何封住 花花公子前玩伴女郎凯伦的绯闻报道 打脸川普阵营先前否认知情的说法 2016年总统大学之前 律师科恩透露与川普讨论如何阻止婚外情绯闻曝光的对话录音 24日晚间在美国有线电视网播出 川普总统25号在推特发言写道 什么样的律师会录下客户谈话 正悲哀 纽约时报前天引述知情人士表示 科恩是在2016年9月录下这段对话 今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搜索科恩办公室时起出这份录音 司法部正调查川普竞选前财务流动是否违反竞选法 这段录音是在2016年9月身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川普 在这段录音中与科恩讨论如何买下华华公子年度完伴凯伦接受媒体访问的版权 凯伦原本要透过媒体接受访问 爆料他与川普在2006年的地下情 川普则对婚外情说法严正否认 根据法院记录 科恩拥有12段录音档已经被联邦检察官掌握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川普这段讨论阻止婚外情曝光的录音便是其中之一 科恩在总统大选之前拿封口费给川普另一名绯闻女主角 色情片女星Stormy Daniel 如今遭到曼哈顿联邦检察官调查 美国有线电视网取得的这段录音档内 也录到川普与科恩讨论 到纽约时报打算报导川普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内幕 两人还讨论到川普支持者牧师Mark Burns 画画公子模特尔凯伦在2016年美国大选前称 川普与他在2006年发生一年的婚外情 当时川普妻子已经生下幼子拜伦 凯伦以15万美元把这段布伦链独家 卖给八卦媒体国家询问报 但始终没被公开 凯伦也无法再揭露任何细节 据称在这段录音中 科恩向川普建议 向拥有国家询问报的全美媒体公司 买下这段独家爆料 川普则问他该怎么做 川普现任私人律师 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前天证实 川普曾经和科恩讨论过封口费 但最后没有付款 朱利安尼补充 川普要求科恩如果要付钱给凯伦 必须开支票而非现金 若查无支票就是最有利的无罪证明 凯伦与Stormy Daniel 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 威胁川普选情的两大宴情主角 科恩在大选前夕 与Stormy Daniel签署保密协议 自掏腰包付13万美元封口费 后来川普承认有把钱还给科恩 后来川普承认已经把钱还给科恩 提供了 我来自掌腾包装 不过来川普选情的两大宴情主角 我来自掌腾包装 我来自掌腾包装